6月15日,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宣布新冠检测呈阳性 国家过敏核传染病研究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福奇在接受快速抗原检测之后发现确诊新冠 他目前的症状轻微 据悉,福奇最近没有和总统拜登或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有过密切接触 声明表示,福奇已全面接种了疫苗并打了两针加强针 国家过敏核传染病研究所表示,福奇博士将进行隔离并继续在家工作 福奇博士将遵守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CDC的新冠指南和医生的医疗建议 在检测结果为阴性之后返回国立卫生研究院 疫情爆发以来,福奇一直都是联邦政府抗击新冠努力的代表人物 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感染新冠 在他报告确诊之前,华盛顿已有多位议员和拜登内阁部长宣布确诊 到目前为止,拜登是为数不多的从未感染新冠的高级政府官员之一 尽管白宫承认,总统可能被感染 预防于感染新冠孔,诚历的顶部位少许或是非收藏至未尽的东西 足够确诊 中统可能用数个实际者们统可能表现 诌论 透过确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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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透过确诊